每次我路過水口的時候,看著滿潭的荷葉,我就特別地安靜 在我眼裡,應該說是徽州我見過最漂亮的一片古春落了 城坎離環山30分鐘的車程 它是有著1800年歷史的一個古春落 有一百五十多棟徽州的民宅 蘇家是一個大家族 宋代蘇澤是我們的先人 我是第38代後人 我是地道的徽州人 我花了兩年時間在徽州住了一間民宿 叫蘇德堂 它就是整片的徽派民居 它沿著整個永信湖畔有一圈七棟老宅 現在我們給它改造成了16個客房 而且面積都非常大 基本上都是可以開窗看湖,開門見湖 我為了收老木頭,特意從鄉下收了兩棟老宅 有一棟房子,有一根糧食七米 我請了末將去看的 他說那塊料能用,我們就把那個房子給買了 收老門的時候就更有趣了 我看到農戶的阿姨家的門比較漂亮 我說那能不能我給你做一個更好看一點的門 你給我換一下呢 他們覺得捲閘門或者是帆道門可能更安全 他們就給我換了 我一定要做成家一樣的感覺 你早上睡了十一點起來,十二點起來 我都會給你做早飯 荷葉可以做荷葉粥 荷葉糯米雞 荷葉排骨 都會去做的 我覺得就像家人一樣的 你家裡人不起床 或者你睡遲了 你也要早飯吃,對吧 有的時候特別遲了 客人都覺得不好意思 我們的員工可能會說 沒關係,這是我的家 我們很多員工都是一個家一個家在我這上班的 有的一家來了三個 還有一些是髮小 我手機一共有8600多張照片 基本上都是這裡的照片 一年世紀,酒店的成長 城坎是一個很小的村落 在這個村裡進村的時候 它有過一道坎 就是過村裡到平安坎 男的走左腳,女的走右腳 這個村裡就說過了這道坎 就一生無坎